主席有请我们蔡局长答询 局长好 我想请教是最近谢长廷前院长去访问中国 那就是也提出了一些主张 那么中共的高层怎么来看待 包括宪法个表 或者是民进党人的访问 然后之后 有没有在对台的政策上进行什么样的一个 做一个研究 包括宪法个表这样的主张 包委员到现在为止 我也比较坦诚的给你报告 中共的这种体系不会反应那么快 这个委员访问回来 不知道那个谢先生访问回来不到一个月 他就有一个这个并没有反应这么快 所以我到现在必须要告诉你 我们还没有接到他相关的报告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事实上你也知道 中共基本上的政策就是 它的政策主轴 比如讲一中的这个政策主轴 它是不能动的 它能动的只是肢结的部分 所以他没否认并不代表他支持 不代表他支持 那到现在为止 你也了解到大陆是一个高度管制的社会 其实谢先生访问 中共是一个有控制 有控制性的一个让大陆的人知道 并不是一个开放性的 所以你问我它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事实上我也没有办法给你做一个很肯定的答复 但是最起码让中共知道台湾另外还有一种声音是好事 就是说这里面从一中原则到九二共识到宪法各表 那你的刑制或研判 在这个之后中共有没有展开研究 就是说因为这个是对他们来讲 当然决策到一个政策形成跟改变是相当长的过程 需要时间 不过就是说对这个部分 对宪法各表 就是他们的智库啊 或者是台员单位 有没有展开什么样的一个分析 或者是一种建议 可是我们现在所获得的资料 大概就是一间研究的单位 基本上也就是暗日解读 但我相信他大概不会把它解读 就是说基本上你也了解他们这些智库 基本上他并不是一个很独立性的 在中央没有定调认同这样一个制度之前 事实上他们的看法 我基本上我是认为 他只是一个过去相同言论的不断的陈述而已 他并没有对这样子 就是说可以支持这样子 或者是否认这样子 他并没有 不过这个其实会冲击他们先前的对台的政策 这一个宪法各表的提出 那所以我想必然的 他一定是在之后 会对展开非常深入的调研 包括智库的很多的分析 然后当然行程决策 也不会反映在18大之前 这个时间还需要相当久 不过我想就是说 您的国安局的分析 这一次谢长廷院长去 虽然以个人的名义代表他们对台政策上 或对民进党的政策上 有一些思维上或作为上的改变 我基本上一直都认为 台湾是个开放的社会 各种各样的声音都让他出现 让中共确实 这是从我讲 我说他们 你们的分析 他们这样的一个 对中共有没有冲击是不是 他们对台政策或对民进党政策 有没有做了一些调整 以我的看法 跟我现在所掌握的资料大概不容易 大概不容易 所以不会因为这个样子 因为我看中共内部对宪法 这个宪法各表的这样子的解释 好像也不是都是没有正面的回应 他始终觉得谢先生只是换一个名词而已 跟他过去的理论是完全一样的 好的 我剩下一点时间想请问 还是跟通讯电信安全有关 那个局长你知道最近就是这个 有一家这个 腾讯嘛 的公司 到台湾啊 也投资也展开大规模的这个 就是行销的活动 那这一家公司你了解它的背景吗 包括委员 就是透过我们讲的WeChat啦 微信 就是包括一些免费对话软体啦 APP啦 这方面 包括委员我们只要认为有安全风险的 我们都会彻底进入了解 那你们现在了解什么 因为他们都已经那个办过这么大的活动 然后他们的资本 他们的这个背后的 整个就是背景还有他们这一次在推销的东西 在中国是相当大有两亿多的使用的人口啊 然后现在到台湾 这个透过这样的一种 就是手机里面的一些 里面的设备 包括这个连接到伺服器啊等等啊 可能会对一些 就是一些关键字啊 会展开啊 不管过滤或追踪啊 这个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啊 包括委员 其实对任何一个外来的投资 其实因为我们国内主管的单位很多啦 那国安局也不能先划定一个门槛 就什么年不能进来是吗 那我们只能对 不是啦 我是因为局长 你先讲好 因为我先前 有咨询过你嘛 就是对于华为或中兴啊 如果开放地类电信你是持坚决反对的立场嘛 那现在大家也知道说 事实上华为无所不在嘛 一些营业的秘密几乎都毫无这个秘密 包括你说台湾的这个三大电信业者嘛 这里面有用他们的相关设备的就很多嘛 代销华为公司产品的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中华电信 这个手机四款还有3.5G的行动网卡 台湾大哥大手机两款还有3.5G的行动网卡 远传是手机两款平板电脑三款 还有3.5G的行动网卡 那使用华为设备的中华电信没有 但是台湾大哥大跟远传也相当多啊 包括固网的一些基地台 那包括这个无线网路的控制器等等 这些其实都构成我们的资讯 资通讯安全啊 包围啊其实资通讯安全 现在它发展相当的快的 那基本上只要我们认为它有 因为这个基本上都是主要终端 这个赦密的跟这个 终端的这个通信的这个东西 只要它不是赦密很高的 其实台湾已经是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 其实我们要想管 也不见得容易 你们不是都管的要管吗 你要知道这个东西它的功能啊 它产生对我们的冲击的评估嘛 才有因应 你对这样的东西 它在安全上面的影响 你们有没有掌握 不是说等到第一类电信要不要开放 所以实际上现在 透过的设备或透过这些代销 已经是 事实上 美国为什么国会会通过那个决议嘛 对不对 就禁止啊对于像华为他们不管是投资并购还有这些设备的采购啊 那如果美国都那么慎重了为什么 我们相对来讲在这个部分 我们现在对华为也是采取一个禁止的办法 它本身我刚刚讲过啦 包括使用华为设备跟服务啊 还有代销 如果用中共的标准来讲 我们本身已经比他们更开放啦 事实上 委员只要我们认为有安全顾虑的 我们都会提出啦 这个有安全顾虑以及冲击程度怎么样 你们的评估跟作为是什么 我没有看到这一块啊 核心的都没有开放 只是一些周边产品可能有开放 这里面其实都涉及到一些知通讯安全啦 我跟你讲过 包括透过这个手机里面的一些设备 然后它包括可以对关键制的掌控 透过伺服器等等啊 这个刚刚在讲说手机要不要开放 因为手机的马上真的是可以在高层开会 我不相信现在总统府的开会是有限制手机的 我的掌握的讯息 事实上我们的政务官还是手机都带进去啊 行政院相关重要的一些外交两岸的会议也一样啊 我给你报告国安局不准带手机进去 你跟我讲说像在那个总统府的 我参加的会议都不准带 那我没有参加的会议我不知道 你没有带嘛 你能够保证别的部长没有带嘛 我参加的会议大概都没有带 你是参加国安会跟高层会议了嘛 你的局长去报告 我的意思是说 你在国安会这个部分啊 他们在跟行政院相关部会开的一些 相关的会议确实是有带手机啊在那边通讯啊 喂啊你的顾虑我们也一直提醒 可不可以落实 就是说 但是我给你报告啦 大概我参加的会大概都都已经禁止了 没有没有 那我没有参加的会我不是 那个局长 我说我参加的会 局长啊 我跟你讲哦 我掌握的资讯不是这个样子啦 因为第一同时在会中都在对外通讯嘛 所以都被掌握谁去开会嘛 这个部分是不是请国安局也负起责任啊 虽然你们是国安会的下属啊 但是我觉得这一个如果说总统府那边的这些资通讯的安全不能够确立的话 我觉得今天审查这个预算啊 其实是 这个 我们好像防守一些都是防守人严格 但我们的大脑核心啊 实际上 另外时间到 哎 你会了 我们今天要审议算拜托一下 具体的行动一下 谢谢